再切到那個綜合練習 那我們會希望就是說幾個方向 第一個就是說 我希望我輸入第一天就好了 然後其他天數就是自動產生的 那怎麼樣自動產生邏輯一 先產生2月到12月的第一天 2月到12月的第一天怎麼產生 其實第一個 我們的邏輯是這樣 就是 第一天出來了 那2月1號跟1月1號相差 一個月嘛對不對 所以一個月 我還記得吧 剛剛不是才用過一個函數 叫e-day 當然你也可以用date 然後ymd 可是 感覺好像還是沒有e-day來得簡單 所以第一個 我們可以優標先放在b2儲存格 插入一個函數用剛剛用過的e-day函數 然後呢 給他start date就是這個a2 那months的話相隔呢就一個月 所以一個月 按確定之後的話 他就會自動幫我把 2月1號帶過來 那如果我向右填滿的話 我只要不要鎖住什麼 因為向右填滿的話 a欄會變b欄 b欄會變c欄 以此類推 所以呢如果我今天只要做2月1號之後 再向右填滿的話 他就會自動去參考前面的前面 不就剛好是什麼 剛好是3月1號到 12月1號都出現 所以向右填滿 那因為呢 欄寬不足所以呢 我只要把c欄選到 L欄 那再利用什麼呢 格式裡面的自動調整欄寬 它就會自動怎麼樣 幫我把欄寬 把它 調整 但是其實它有更快的方法 自動調整欄寬的話 除了自動調整欄寬 你可以有個方法 就是在 這個c欄到l欄的任何一條線 點兩下 這樣也可以自動調整欄寬 其實我是覺得好像 這樣好像比較快 比那個格式裡面自動調整還快 所以有些方法 恢復一下 要記得 C欄到L欄選取 然後快速點兩下線 這樣的話 那 2月1號 到 12月1號 就出現了 OK 應該沒問題了 第二個部分的話 我會希望就是說 我要產生 底下的每一天 那每一天的話 是什麼 它一定會跟著上面的儲存格 反正我就跟著上面 所以呢 我只要怎麼樣 把 A3 等於什麼呢 等於 A2這一天 有沒有 對 加1就好了 我前面有特別強調 因為日期 裡面就是一個整數 那你只要加一天 那它回來如果是一個數字 你就把它格式化成日期 不就好了 OK打勾 那因為剛好裡面 已經格式化了 所以 1月2號就出現了 那再來等一下就怎麼樣 就是向下填滿 那向下填滿的話呢 A2 就變A3 A3 變A4 所以呢 每一個日期 就會自動加一天 所以向下填滿 到32列 放開 有沒有 1月 31就出現了 那再來的話呢 我就向右填滿 把它填滿到L欄 L就是 到12月放開 那你會發現 一年的年曆 乍看之下 應該就已經完成了 有沒有 我把它縮小一下 一年的年曆 可是呢 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各位有沒有發現 在下方 2月份 跟只要不是31天的日期 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它如果它的天數 不是31天的話 它就會造成什麼 這邊 有沒有 2月28 到 下面會多三天 然後呢 5月1號 4月份 多5月1號 6月 多7月1號 好像 9月啦 只要是它不是31天的 下面就多Ris 那怎麼辦呢 那你想說 有沒有辦法把它去掉 去掉 你想說去掉 Delete掉嗎 如果Delete掉 你可能要自己手動 可是我就是不希望手動 所以如果不希望手動的話呢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判斷 判斷的方法 大概幾個方向 第一個 如果 我要產生的那個月份 產生的那個 這個儲存格跟上個儲存格 如果不是同一個月份的話 那就 不要產生這個資料 不要產生就是刪除啦 刪除就雙引號兩個嘛 有沒有 OK 這個是第一個邏輯 那第二個邏輯 還可以怎麼樣 判斷什麼呢 判斷 另外有個函數 其實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這個函數的話 插入函數 日期時間裡面有個 E-O-month End 有個E-O-month 這個E-O-month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 就是 我後來 猜了一下 我想應該是什麼 E的話就End All的話of month End of a month 意思是什麼 這個月份的最後一天 是哪一天 它會傳回什麼 這個月份 什麼的最後一天 的數字喔 OK那如果這個數字 假如不是31的話 比如28 最後就是 後面三天可能就不要出現 諸如此類的方法很多 那哪一個方法比較簡單 其實看起來 好像用month跟month來判斷就比較簡單 那怎麼說呢 就是說如果 我們回到剛剛這個 這個 這個A3儲存格 我先把公式先減下來 不包含等號 我們做邏輯判斷 我剛剛講的就是 第一個喔 如果我今天的邏輯是什麼呢 if 邏輯 如果呢 我上面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月份 跟它 加一天之後的月份 如果不相同的話 那就不要 輸出 日期 這個邏輯 反之 才是A2加1 你這樣應該可以懂那個 我在 的敘述啦 只是說你要把 這個邏輯 寫出來的話 OK該怎麼做喔 所以第一個 這個if 上面這個儲存格的月份 所以曼氏 瓜糊 上面這個儲存格是A2 上面這個儲存格的月份 現在它返回的應該是 1嘛 對不對 1月 那 跟哪個比呢 我先打個不等於 曼氏 瓜糊 A2這一天 把它加了一天之後的月份 比比看 如果不相等的話 不相等就是小於大於 應該可以看懂這個邏輯吧 OK 就是它加了一天之後 跟它原來的 月份 如果呢 比較之後 發現它不是同一個月份 那不是同一個月份怎麼樣 那我就把它輸出成一個空的 沒有東西 意思是我不輸出喔 反之呢 才是A2加1 其實就剛剛撿下 的東西 或者你自己打 應該可以看懂這個意思啦 這個是我想到的邏輯 那我按確定之後的話 來看一下 確定 然後呢 把它向下填滿 當然呢 它底下1月應該全部都一樣 所以一樣全部都A2 加1 只有哪個地方會不一樣呢 應該是228 跟 那個 3月1號 這個地方 那也就是說如果把它向右填滿的話 那什麼呢 228 跟3月1號應該會被刪掉 所以你會發現喔 我們剛剛的邏輯 在3月1號 沒有問題 但是3月2號 3月3號 就出現問題了 什麼問題呢 因為呢 我3月2號 的公式一樣會去抓它上面這個儲存格 的月份 一樣用曼時 可是問題曼時裡面呢 應該要給它一個正確的日期 讓它判斷 可是我卻給它什麼 一個空的 那給它一個空的 它跟你講說 你要叫我判斷 可是呢 你會 為什麼給我一個空的呢 他會告訴你說 那你這樣一定有錯 錯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 這個緊 一定是錯誤訊息 那什麼樣的地方的錯誤呢 Value Value是說 你給我錯誤的資料 Value就是資料 你給我錯誤的資料 你應該給我一個日期 可是你卻給我一個空的 那怎麼辦呢 那我這個地方如果放這樣子 感覺也怪怪的 如果你像要填滿的話 其實好像也只有2月份會出問題 其他月份 好像都正確 有沒有 因為只有 2月份 它會有28 29天的問題 所以怎麼辦呢 你想說 如果看起來 不好看 那怎麼樣解決最快呢 好像只有這裡有問題 你用Delete好了 是不是 不過 我們就是不希望按Delete 你想說 老師我就是不要讓它用Delete 你不要 每個地方都Delete 這個叫做 你不要因為你 只是想要省一點時間 可是你 就沒辦法把問題徹底解決 好 那怎麼樣徹底解決呢 跟各位講 如果以後你看到 只要是僅開頭的 包含就是僅Value 應該還有常常看到 僅什麼呢 僅N-A吧 之前就 就有同學問我的時候就看到僅N-A了 N的話是Nut Available Aavailable 就是找不到資料 像V盤數有沒有 如果它找不到資料 它就是僅N-A 或者是僅R-E-F 反正就是有錯誤訊息 那如果說你希望你的 這個 工作表裡面 不要出現這些東西的話 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把它過濾掉 就是只要有它 一律不要出現 那做法很簡單 其實你只要學會一個 不知道之前好像沒有講過 在哪裡呢 這邊把它先 公式再減下來 不包含等號 再插入一個過濾 那個錯誤訊息的 它也在邏輯 裡面的叫ifAir ifAir 意思就是說如果 那個裡面資料是有 緊開頭的這些錯誤訊息的話 那我們又怎麼樣呢 按確定之後的話 所以Value就是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那如果它的 這個判斷裡面沒有錯誤的話 它就是 照原來的方法輸出 那如果裡面有錯誤的話呢 就是Value ifAir 你要做什麼處理 關鍵在這裡 做什麼處理 不要輸出嗎 不要喔 不要輸出是什麼 打什麼 你不能控一下 對 雙銀號兩個 這樣就OK了 所以這個其實還蠻重要的一個函數 以後呢如果你遇到你工作表裡面 有大量的緊開頭的東西 那你千萬記得一定 ifAir就OK了 但是要講一下 ifAir這個函數 也是2007以後的 版本才有 所以如果你的電腦還在用2003的話 那很抱歉你就沒有ifAir了 那怎麼辦 以前的做法是 變成你要用兩個函數 if is IsAir 變成說if在IsAir 變成兩個函數串在一起才可以的 OK 這是2003因為之前有同學電腦是用2003的 那就是只能用比較 不方便的方法 但還是可以做得出來 按個確定 好那我們來試一下喔 向下 再向右看一下 Value呢 去掉呢 放開 去掉了 有沒有 在地方錯的 去掉 其他當然你就把它向右填滿 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了 第一個部分 OK我們就 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個結果給做出來了 那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我希望做什麼 希望 再來 兩個需求 第一個呢 我希望 可以在這 因為你有個年曆 你總是希望 禮拜六禮拜天 給不同的格式 辨識一下嘛 不然的話 這全部都這樣子 那你要用眼鏡看 其實會覺得不舒服 所以有沒有方法 快速的把這個 禮拜六禮拜天 格式化成 不一樣的格式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也是同學問你說 老師你可不可以幫 這個地方有沒有辦法 因為我要填一個 什麼呢 年曆 下面總該空白吧 有沒有 如果你要空白 按右鍵這邊有個插入列 對不對 這邊底下可以放東西 可以填一些資料 比如說 一個工作表裡面 可以給 某一個 部門 或者某一個客戶 給一個行事例 那我可以針對不同的客戶 給不同行事例的話 那我勢必什麼 需要在這個底下 再插入一列 但是問題來了 如果你每一個都這樣按右鍵 插入一列的話 那你 需要 按 31次 可是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不要 按31次 就會快速的幫我把什麼 列 給加上去 另外當然 可以加列之外 另外還有同學說 老師我的工作裡面很需要 因為我希望 有的時候插入列 有的時候列幫我刪掉 所以又希望 可以插入列 又可以快速的把所有空白列全部去掉 可以加 也可以刪 然後呢 最後有同學說 老師你雖然有加這個列了 但是那個列怎麼樣呢 列高不足 可不可以列高再調一下 調大概50左右 不然的話好像感覺 太窄了 可不可以 那這些東西 特別是有 你就 只能夠仰賴 再加VBA 因為這邊如果用函數是辦不到的 沒有一個函數可以做到 所以VBA怎麼寫 城市會很複雜呢 其實不會啦 三行城市 一個回圈 加一個物件 叫Rose Rose指的就是列物件 哪一列呢 那如果你後面加一個方法 如果要插入一列就點Insert 如果你要刪除的話 就點Delete Insert跟Delete 其實你鍵盤上面也會有這兩個按鍵的名稱 所以你怕拼錯字 上面也可以看一下 Insert Delete 鍵盤上都有 那至於要怎麼做 待會我們再來看 所以請各位 試一下 先把那個 剛剛我講的 所以我大概講 2月 到 12月1號 用什麼 用Eday先產生 再利用A2加1 再來判斷Mence 再ifL 就產生一年的年曆 來試一下 待會我們再來解決 等一下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格式化 禮拜六禮拜天 第二個問題是 在每一個 列下方 插入一個空白列 或者